大家好 情人節快樂 今天我想拍Chanel unboxing 趁著是情人節 我忍了手很久 不去拆這個包包 非常想用 因為這個包包的顏色非常特別 而且每一個包包的顏色都不同 事不宜遲 現在快點拆 我先抵高它 還掉了花花 Junior 不要咬 一起打開 就是這樣 然後有貼紙 是一個黑色布袋 應該在焦點 因為我其實有近似 所以看不到那麼遠 也看得出這個包包比較小 就是這樣 好了 好漂亮 是這個 是這個很迷彩 即是unicorn 會不會焦點到呢 就是非常漂亮 是一些pastel的顏色 真的很特別 因為這一款的包包 每一個都是不同的顏色 因為可能染色的時候 都是不同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非常非常漂亮 因為我喜歡粉紅色 而且我也喜歡淺藍色 橙色那些 而這個扣子 也是粉紅色 那個是細boy 讓我再給你們看 這裡是淺藍色 藍綠色 而後面 他們 這裡開始是藍色 淺藍色 這邊很多粉紅色 而下面這裡有一些橙色 非常漂亮 這個包包 不過最重要是正面漂亮 因為其實後面也不太能看到 而旁邊的顏色就是 這樣 是不是 對 綠綠色 而下面 就是 橙色 而另一邊 就是 粉紅色 這條帶子 也是不同顏色的 讓我先拆出來 這個 其實我之前收到照片 之後去店鋪看一看 因為其實照片也很清 所以 我也看到大致上是怎樣 先拆掉紙 是一個銀色的鍊 而它的帶子 是一個偏藍多一點的 這裡 而後面是綠色 再加粉紅色 很漂亮 這個 超級超級漂亮 再來近鏡 而且可以看到 這個是Caviar 物料 所以可以看到 染色的 有些 有些紋 那些 看真人可能明顯一點 但可能照片 可能未必這麼清楚 粉紅 還有這個 綠 有點辣 哇 我現在發現 原來裡面 是粉紅色的 我也沒看過裡面 因為我的包包 也是這樣的 一大格 然後有一個暗格 沒有拉鍊 在旁邊 這個包包 可以車背 或者兩邊這樣背 旁邊 也可以 比較女生的就是這樣背 但我也滿喜歡 其實斜背 其實也滿好 而且這個尺寸 小時候 斜背 也非常好看 這個 是他們的 2018年的P 其實我不太知道P 應該是不是pre pre 不知道什麼 我不太肯定 但這個是新款 它的價錢 4300美元 再加上稅 看看你住哪個州 這個Chanel Boy 是小尺寸的 我很喜歡他們的 old medium size 即是舊的中尺寸 它有分新和舊的 新那個 比較方一點 和大一點 所以我比較喜歡 它舊的medium size 價錢其實不是差很遠 我記得好像差幾百元 好像4700元 我記錯的話 而這個就是4300元 我自己喜歡舊的中尺寸 多一點的 其實布袋裡 我最多都是舊的中尺寸 但這個 因為每一個都不同顏色 剛好遇到一個顏色 我喜歡 而且我也有小尺寸 我也有用過 裝東西方面當然不夠 中尺寸 這麼多東西 但也可以的 它的容量有點像 Chanel的mini 我會放一幅照片在這裡 所以我也覺得可以 而且最重要是它的顏色 因為顏色這東西 因為每一個都不同 所以後來買了這個 好了 這邊就完成了 希望你們喜歡 而且如果你都買了這一款的袋 都告訴我 傳送給我看 因為我也想知道 你們買了哪一個顏色 因為每一個的配搭都不同 我也想知道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要Like這個影片 訂閱我的頻道 Follow我的Instagram Snapchat和Facebook 好吧 Bye Bye